今天,勇士队的核心球员,杜兰特,出席了科技峰会,他在科技峰会中接受了媒体的采访,在采访当中,杜兰特谈到了自己加盟勇士队的决定,杜兰特如此说道,大概是在2015年, 那时候我受伤了,在那之前,兰球一直是我的世界,然而他突然停下了,我不得不去思考我人生中感兴趣的其他部分,那很艰难,因为我当时不知道,我想做什么,或者喜欢做什么或者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, 我之后听说了一个和其他球员,投资归故的事情,为勇士效力能帮助到这一点,因为玩具有很多机会,从杜兰特的这番话中,我们不难得知,他加盟勇士队的一个重要原因,之一是伊克达拉的作用,杜兰特在2016年夏天加盟了勇士队,他当时背叛了雷霆队, 要知道当时的雷霆队,赛西部决赛,中海大比奔领先和勇士队,虽然,雷霆队最终被反弹,但杜兰特和维斯布鲁克的雷霆队,还完全可以再来一次, 他们可以在接下来的夏赛西和勇士队再获拼一次,可惜,杜兰特选择加盟的勇士队, 这对于杜兰特而言,不知道是好是坏,但是,他的名声在联盟当中肯定是受到了影响, 现杜兰特才加盟勇士队的决定,他又把伊格达拉牵扯到其中,这是不理智的,伊格达拉,怎么会被这个锅呢? 希望下次杜兰特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,能够巧妙的和媒体打交道,不要中了媒体的圈套, 不然,他们会抓住其中的一些卖点,被此大肆宣传,网友球迷们看到杜兰特的这番言论后, 也是在评论区积极留言,纷纷回复,发表着自己的观点, 一位叫做TY,的网友如此回复道,伊格,卧槽,你这锅甩的自然通透无痕迹啊, 一位叫做淘宝的尼莫雷我,的网友这样回复道,杜兰特, 听说他们其实在生的事情,离考虑来勇士了, 一位叫做杜兰特2099,的网友如此回复道,学学老瞻吧, 少说多做,特朗普对他,人家都无事,而你,也许这就是查局, 虽然你的球技很好,一位叫做King的网友这样回复道,杜兰特的情商, 做生意随时都破产,一位叫做1999的网友如此回复道, 杜兰特情商还是不如詹姆斯,这种情况下,应该选择少说多做, 对不利于自己的言论不用理睬,时间长了啦, 提起这个话题的人也会感觉无趣,声音自然会慢慢消失, 而爱杜每次都选择回应,正好中了媒体下怀,热度一直发酵, 真是建议杜兰特赶快成家吧,别再单身了, 也希望他能够找一个高质量高学历的老婆, 这样,在生活当中,他可能会变得更好。